剛才張超雄議員很心急,副局長也說到張議員很心急,但他沒有提到政府是否心急。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關注的時候,大家都很希望政府都有心急,想將這些問題落實,盡快做好。 所以我想在剛才我們聽的時候也有一些感覺不是很舒服的地方,譬如說當副局長說在政府是否執行職務的問題上,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了,所以不能有時間表。 這個令大家聽起來覺得很難理解,他後來再解釋說,因為現在我們還未研究的話,我們連問題都未掌握,這個時候是否應該能夠提出時間表呢? 這個答案可能是好一點,令我們知道原來現在整件事上的發展,還是一個很初步的階段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,不是不要時間表,是沒有辦法提出時間表。 我想大家明白這個處境可能也好些,但為何到現在我們還是一個這麼初步的階段呢? 如果我們不能夠提出時間表的話,可不可以副局長告訴我們,目前現在還未能夠提出時間表這個階段, 現在我們第一步在做什麼呢? 在做這些工作,預算什麼時候會完成,然後下一步又會做什麼? 然後我們可以邁向到,提出時間表這個階段。 還有,最重要的就是,譬如說,規管政府的執行職責,也沒有理由豁免了。 那麼這個是否究竟政府的一個願景呢? 這個政府是否有一個決心,將來在某一天我們會落實這個修訂呢? 那麼有一個願景,有一個步驟的話呢? 然後也需要時不時,如果你不能夠提出時間表的話, 就應該時不時要來立法會這裡做匯報, 告訴我們那個進展是怎樣的。 我想在現階段可能我們可以要求的就是這些事情。 不知道副局長可不可以回應? 好,願景和時間表。 謝謝主席,多謝葉議員的提問。 議員聽得很仔細,也複述得相當準確。 願景、步驟、時間表三樣。 願景清晰的,我們所謂優先處理, 背後有些不是優先處理,但也要處理。 這是清晰的。 第二,就是步驟。 再一次,我想再說一次。 我們的確由上一屆政府純粹從意念上, 想先推九項建議立法施行, 到施政報告落實。 本身是一個清晰的政策, 一大步向前施行。 精力放在這九項建議裡, 都不是所謂輕輕的。 但不代表我們其餘的不需要處理, 這個你放心。 到了我們和其他部門、其他政策局、 醞釀成熟, 能夠知道如何處理其他建議的時候, 到時是時候向大家交代。 有時間表到時, 我需要講時間表。 如果未的話, 我想也要向大家解釋, 為何這些事情是沒有辦法。 提出的時間表, 甚至未是下一個階段需要處理。 這裏有一個步驟。 貼主任,有沒有跟進? 主席, 我相信副局長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 我的問題是, 現在這個階段, 我們其實在做什麼呢? 其實副局長剛才也說了一點。 但是, 可不可以清楚地告訴我們, 現在這個階段, 我們已經很積極, 在做一些準備工作。 這些準備工作包括什麼? 什麼時候完成? 下一個階段, 我們會做什麼? 你能夠補充到一個詳細的內容。 下副局長。 補充都一樣, 能夠在雲雲的建議當中, 選取九項私行, 本身已經做了一輪分析了。 所以先有所謂優先與非優先的問題。 今天聽到大家的意見之後, 知道議員覺得九項還要加一些東西。 加的當中, 有兩項突顯了出來。 我們的責任, 作為政府內部統籌的機關, 自然要將議員這個強烈的訴求, 向各個部門, 各個政策局再次反映。 新政府上場, 議員對這方面有的期許, 大家會否有新的想法。 是否可以再檢視一次。 這是我們雅部需要做的。 是否要進行內。